8月19日星期一上午 习近平在北京接待访华的越共总书记苏林 这是习三周以来唯一的一次公开活动 据中共官媒央视直播报道 苏林抵达人民大会堂时 除了中国孩童列队欢迎外 习也随即陪同检阅三军一仗队 但观察人士仍在视频中发现了不寻常的蛛丝马迹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 央视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的画面 虽切换各种不同的角度 但全程都是以远镜头取角 几乎没有带习近平或苏林的特写画面 不管是双方在大会堂的对谈 还是共同出席牵制仪式的场合 都是大远景和示意的空景 明显有为摄影专业 引发外界议论 央视不禁拍习近平的背后原因 随美联社等媒体随后发布的视频素材 有习近平和苏林两人的禁拍照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也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远景照片 但央视呈现出来的镜头政治学 能令人一度重生 身处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 在X上发文质疑 全场三分半钟的直播 没有进镜头 能晓得可以拿放大镜都看不清 他还说 新的声音较以往低沉缓慢 王丹在脸书上也发文质疑 官媒不禁拍领导人画面呈现 对照近期外界疯传的传闻 他说 显然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 看来即使习现身 仍无法平息人们的质疑 实陈分析人士 邓宇文先生在文章 欺而不舍摇翻习近平 在论如何识别中共政治中指出 习终于现身了 不过关于政治谣言还是不能平息 有人说他已深度昏迷 有人说北京发生的政变是和平政变等等 不管习出不出来 有人要弃而不舍 以如既往的制造和传播谣言 看架势 不把习咬倒 把中共咬倒 绝不收兵 这种过于执迷 谣言的作用 以为不经过艰苦的斗争 可以走谣言这条捷径 把恶政推翻 实在是将反对的对象简单化了 习的微信受到严重的侵蚀 是无疑的 原因不在于三中全会 或者所谓的北戴河会议 顺便说一句 北戴河修教在核心圈 或许有清谈式的非正式讨论 但不会有正式会议 削弱了他的权力 而使中共总体环境 尤其是经济形势 迟迟不见改善 让他的权威实在起步来 即便是官方想营造他 伪光正的形象 可面对一团糟的局面 要人们信任他领导有方 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权威流失 最终会造成权力根基的松动 然而这要有个过程 眼下还不表明他的大权已经旁落 他依然紧紧的控制着局势 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 一 谣言是思维和思想的偷懒 在人心思变时期 可以有分寸的利用谣言达到搅乱当局的目的 而不应该依靠谣言 从事反对运动 可从这几年类似政治谣言 不时放起来看 确实有一部分人太想用谣言去推翻习政权 所以会这样 除了迷信谣言的功用 也是现实中反抗的工具太少了 中共的密实政治和黑箱操作 固然会增加了汉淡时局的懒度 但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共的政治观察者 也有一种思维和思想上的偷懒 不愿去收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和材料 做详细的功课 也不懂高层政治运作规则的实际含义 以为凭着直觉和想象 可以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 也有人过分放大局部信息的细节作用 而看不到或不愿去看整体的状况 以为事情就是他们看到的那样 先说政变 习被剥夺军权和党权 这是此番谣言 让苦习者们最希望看到的 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发动军变 解除习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 在中共政治新常态下有可能吗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经过习改造后的解放军 要在现实中发动一场 针对军委主席的政变 根本不可能 二 军委主席制 让军事政变变得困难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不握有军权 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一把手 这是常识 但中共建国以来 也没有发生通过军变 推翻领导人的事情 虽然四人帮被逮捕和党前主席华国锋被下台 由解放军的背后支撑因素 但军队毕竟没有走向政变前台 耿源在从毛开始就在政治上始终强调党指挥枪 而非枪指挥党 这种政治观念几十年沿袭下来 就是高层权力斗争 不能通过军队政变来解决 从历史事实看 毛在文革的后期 以众叛亲离 除了一帮文革新贵 跟毛打江山的老帅将军 都跟他离心离德 跟今天的情形差不太多 毛在林彪事件后 身体也很糟糕 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 也没有一个军头敢发动军变 来解决毛和四人帮的问题 等毛去世才下手逮捕四人帮 你可以说军头和毛的感情上战 毛在党内军内还享有威望等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军头们想调动军队非常困难 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和毛亲定的接班人 曾经抱怨他要调动一个牌的军队都做不到 所以如何去发动军变呢 习当然没有毛的威望 但今天的军头也不是当年打天下的军头 而习对军队的控制其实不亚于毛 习在党内推行核心制 在军内推行军委主席制 相对党的系统军队的环境更封闭 军人的思想也更保守 军委主席制也就是军队 只服从军委主席义人的领导和命令 习不知在观念和思想上这样要求解放军 也将军委主席制落实在一整套程序和制度的规范上 同时习也大幅提升官兵待遇 让军队对他少有怨言 因此张有霞真有心谋反的话 他也会发现他可能调动不了一个牌的兵力 更何况张又是习提拔的 只有不了解军队的状况 才会想象出解放军像一些发展中国家军队一样 几个将军密谋一番 就可以发动一场军变 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去北戴河 休假的党内元老和重臣 别说他们不可能发动政变 恐怕连正常的串门交流 他们都不敢 三 政变后不敢宣传 习的基调 这不合逻辑 对很多传谣信谣者来说 有一个环节无法自圆其说 即北京既然发生了政变 习被拿下 官方对习的宣传还怎么进行 基调无论何变化 他们的解释是高层出于维稳的需要 不想让政变变得过于突然 但这种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 因为习既为天下人人所痛恨 他被拿下是大快人心的事 怎么害怕社会出现不稳和不及时 让大众知道呢 有人举华国锋的例子 说当年华被夺权后 也是半年多才逐渐让中国民众知道 但这种比复根本不了解前后两段历史的不同 话在毛去时候 党政军大权一肩挑 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独一份 可他缺乏权力的根基 更在军中缺乏威望 所以邓重新出伤后 他先辞去总理 再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 前者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半年后 后者发生在十一届六中全会 这本身就有个过程 当然让华两次辞职 在当时确实有过渡期的稳定考虑 没有及时告诉民众 华被削权和被架空的事实 但即便如此 民众也从广方宣传的基调的变化 和动作上知道华已经靠边站了 比如官方把挂在公共场所 华国锋的画像和题词拿下 不再提人民领袖华主席等 然而如今出了因北戴河休假官媒 没有出现习的报道案 对习的宣传基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相反官方也在北戴河休假的后段 通过间接的方式释放出习能大权在握的信号 也要知道官方在对华国锋宣传降温的时候 他还挂住中央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名分 假如习在政变中被剥夺了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官方的宣传却没有任何变化 继续营造习的神话 历时没有发生这种政变 因为它根本不符合政变的逻辑 会使政变的合法性成问题 把政变者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事实上正因为官媒不见习的大幅报道 才生出政变谣言 可在官方间接必谣后 有不愿承认习能掌权的事实 这本身皆自相矛盾 其实只要花几分钟 看看人民网关于习的报道 就知道他去年北戴河休假 也有20天没有出现在官媒上 直到21号去南非访问 而今年8月19日他会见阅共总书记 已是提前两天亮相了 上述谣言如果对中共政治运作了解以二 是不难判断政变不可能发生 但如果不愿去了解或者对中共政治运作 做一些违背政治常识和逻辑的解读 其实有可能得出政变的误 所以这次谣言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准确解读 中共纷乱信息的重要性 否则连连重复北戴河政变谣言 对倒习视野和反对运动并帮助 应该说呀 语文的文章写的还是很客观的 谣言在中国有可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但沉浸在谣言中也可能是自欺欺人 因为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 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只有靠人民自己奋起反抗 没有强大的外界压力 中共党内改革势力难有作为 一句话 靠人不如靠己 中国人民该出场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